男人不行了会有这五种表现 该歇歇了 我们都知道男人在结过婚后 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所以男人就是家中的顶梁柱 什么事情都需要男人去扛着 其实说实话 女人真的不应该只在家做一个家庭祖父 不需要很累的工作 不需要赚很多钱 就可以给男人减轻很多的负担 男人不会一直年轻 不会一直那么行 当男人不行了 会有这五种表现 别硬撑 该歇歇了 一 不会再想着出去和别的女人玩暧昧 我们都知道男人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非常花心 总是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 他们总是在结过婚之后 并且有了孩子 还会在外面沾花惹草 从来不会考虑家中女人感受 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对家里女人动手动掌 甚至去说一些辱骂他们的话 但是一旦到他们上了年纪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他们对外面的生活再也不会去依赖 总是会把自己宝贵时间留下来 去陪伴自己生命中 那个最重要的女人 他再也不会像年轻时候 去和别的女人玩暧昧 所以当他们有这些表现的时候 就已经说明他们是真的老了 二 对孩子越来越有耐心 我们都知道男人在年轻的时候 即使他们有了孩子 也会对孩子不管不问 甚至在孩子上学期间 从来没有去接送孩子 在孩子需要开家长会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有出现 有的时候会在别人眼里认为 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父亲 但是一旦在他们上了年纪之后 他们就会发现 他们也是非常缺少关爱 所以也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让自己的子女多陪在他们身边 所以他们对孩子也会变得越来越有耐心 不会再因为孩子的哭闹 而显得不耐烦 三 再也不会熬夜 我们都知道 人在年轻的时候 总是喜欢熬夜 尤其是年轻小伙子 他们经常去网吧上网 一去就是两三天 根本就不睡觉 而且每天精神抖手 可是一旦在他们变得越来越老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他们每天到了那个点之后 就要睡觉 如果到点之后还不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整个人都觉得头脑晕晕的 全身无力 所以通过这个表现 就已经证明 这个男人已经老了 再也不像年轻时候风流倜傥 四 天一冷 就立马添衣服 我们都知道 人在年轻的时候 都比较注重自己的着装打扮 即使是天冷的时候 他们也穿得非常单薄 都说要风度 不要温度 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好看 很美丽 可是在他们上了年纪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之前不管天气有多么寒冷 老婆让他们穿多一点衣服 或者穿一件保暖裤 他们都不愿意去穿 觉得穿这种裤子 会让自己整个人变得不完美 可是一旦在他们上了年纪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只要天一变冷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去说他们 就会自动去添加衣服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男人 他已经很老 需要温暖来让自己的身体 变得强大一点 五 当身边朋友和你说他的风流史词 你再也不会感兴趣 我们都知道 人就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 尤其是男人 他们经常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喝喝酒 在一起有说有笑 并且会去聊一些彼此之间的风流史 比如说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和哪个女生怎么怎么样 可是一旦他们上了年纪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即使是曾经朋友 在和他一起聊起彼此的风流史诗 他就会突然打断 并且告诉他自己对这些东西 再也不感兴趣 因为他知道外面那些女人 不管再怎么好 都比不上家中 这个对他全心爱着的老婆 我们觉得外面野花香 终有枯萎的那一天 可是家中这朵带刺的玫瑰花 永远都不会凋谢 如果你有了这些表现 那么不能说你老了 但这却一定说明 你真的不再年轻 不论是爱情还是事业 都要顺其自然 别再那么拼了 真的该歇歇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